妻子看着眼前摇头晃脑的丈夫 万万没想到她竟是邪教成员 只见她拿着经书在嘴里念念有词 周围漫天飞舞的乌鸦 仿佛受到了她的感召 纷纷落在丈夫的身边 妻子拿起手机 想要拍下这圣人的一幕 可没想到屏幕中浮现了一团黑影 妻子疑惑不已 放下手机后 前面却空无一物 正当妻子尝试伸手去触摸时 这下可把妻子吓坏了 本来就怀疑家里有什么脏东西 现在直接蹦脸上了 连忙跑下天台乘坐电梯 返回房间中假装睡觉 丈夫似乎发现了妻子的一样 打开房门悄悄地走到身后 此刻妻子已经恐惧到无法控制心跳 只好捂上嘴巴 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 还好丈夫只是轻声叫了一下妻子的名字 就退回去了 妻子这才敢大口喘气 明明几周之前 丈夫阿文还是个体贴顾家的完美男人 可自从他们旧屋中搬来了个新住户 诡异的事情才开始连番出现 之前妻子小宁因为上一任租客 把公寓搞得乱七八糟 就委托中介帮她介绍一个新住户 刚好中介向她透露 有一对母女看上了她正在住的屋子 而且出价不菲 如果小宁一家能够搬到公寓来的话 就能极大缓解经济压力 可惜的是 丈夫阿文说什么都不答应 即使公寓离女儿学校更近 也不能让丈夫妥协 但没想到的是 当中介带着那对母女过来看房时 不知那老妇人对丈夫说了什么 敬一口答应将房子租给他们 妻子也好奇丈夫接手来的小红书是什么 来到公寓已经一段时间了 丈夫因为呼噜声太大 就一个人在客厅睡沙发 妻子为了奖励丈夫这段时间的忙碌 打算和她再生个小孩 可以解开上衣 竟发现丈夫身上多了一个奇怪的纹身 可丈夫却支支吾吾解释道 是和老板打赌输了才闻的 本来这是妻子也就没放在心上 可第二天 妻子去救房子去拿东西时 无意中瞥见老妇人女儿脖子上 也有着一样的刺情 不仅如此 当她离开房子时 隔壁的邻居阿姨神秘兮兮的将她叫了过去 说出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怪事 邻居发现这对母女整天关在家中 窗边还挂有乌鸦羽毛 每到凌晨四点 房间中就会传来诡异的诵经声 甚至自家的狗都惨死在外 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什么医生 而是一伙邪教分子 回家之后 妻子也是将这一连串的事告诉了丈夫 包括那一模一样的纹身 可丈夫听完却不以为然 表示是妻子刚工作压力大多率了 这纹身应该也是目前的爆款 别人有也很正常 一番话就将妻子搪塞了过去 到了晚上睡觉时 女儿的一句话却让妻子瞬间清醒 当她关上门窗 身后又传了一样 将衣橱翻了个遍 里面却空无一物 这时妻子被手机消息吸引了过去 里面传了邻居阿姨的一段录像 正是老妇人正在举行什么仪式的样子 妻子拿着手机想要给丈夫查看 可丈夫并不在沙发上面 一通电话拨了过去 铃声竟从门外里响了起来 妻子正想要打开房门 丈夫却一言不发地走了进来 妻子疑惑她大半夜不睡觉 怎么拿着这小红书到外面瞎光 丈夫却坦言是抓了个小老鼠放生去了 这书是用来加老鼠的 一会儿就把扔掉她 可转头 丈夫就把小红书给放进包里锁了起来 这一举动更加引起了妻子的怀疑 更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手机的那段录像 被邻居阿姨给撤回去了 发消息质问也丝毫没有回应 只好第二天一大早就上门拜访 但按了半天门铃都无人开门 这时老妇人的女儿却未卜仙之事的出现 告诉她隔壁邻居回老家看亲戚去了 要很久之后才能回来 但邻居就是本地人 从没听说有其他地方的亲戚 可女人没有过多的解释 就把她打发走了 转眼又到了深夜 妻子被屋外的闹铃声给吵醒 从门缝中看见丈夫拿着小红书 正在准备去屋外 可自己的想动 惊动了丈夫 又重新躺了下来 本想回到床上睡觉的妻子 从镜中镜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对着女儿比划着什么手势 现在不得不相信家中是闹鬼了 第二天起来女儿的胸口 也出现了三角形的划痕 丈夫看到后好像心知肚明 但却一点都不惊讶 趁着丈夫在厕所洗漱之际 妻子抓紧时间解开了密码 从包中拿出那本小红书 恰好丈夫洗漱出来 看着颤颤巍巍的妻子 她只好将书藏在身后 快速溜到卫生间繁锁上 可打开书却傻眼了 上面一个字都没有看见 不仅如此 还在墙壁的隔层中 发现了一系列一事所用的道具 这下更加说明自己的老公着了魔了 但最让妻子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等女儿放学的过程中 远远地望见那个老妇人正让女儿把脸埋在书中 这可把她给吓坏了 发疯式地穿过人群 就冲到跟前 可现场只留下自己的女儿 不见那个老妇人的身影 为了保证女儿的安全 妻子不顾丈夫的阻拦 执意开车带上女儿去酒店 见妻子这般举措 一向儒雅温和的丈夫 竟第一次动手打了妻子 这更加剧了妻子的不信愿 开上车扬长而去 因为前男友是政府内部人员 妻子就将老妇人的证件拿给对方看 果然不出所料 身份证上的信息是造假的 这人根本不是什么医生 等妻子返回房间 惊慌地发现女儿已不在房间 在清洁员的提示下 原来是丈夫出现将女儿带走 于是马不停蹄地开车赶回那个房子 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三角符号 还有数不清的巫术法器和虫裙 妻子只好打电话求助中介 询问租客的下落 两人一路上都打不通母女的手机 可还没等妻子开口 中介就知道女儿是被丈夫从酒店带走的 而且还撇到了她车底下的小红书和胸口的温身 这才发现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可无论妻子怎么反抗 最终还是被中介给击晕 装进行李箱给带到了一处荒宅前 这时电影的视角第一次发生转变 由妻子的视点转为了丈夫的视角 原来在11年前 丈夫阿文还是个单亲父亲的时候 和前妻予有一个可爱活泼的女儿 本来两人一起温馨地生活着 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带走了女儿的生命 自此以后丈夫颓废度日 时常端想往女往日的模样 直到遇上现在的妻子 两人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一直以来 丈夫始终忘不了那个早已死去的女儿 有一天 丈夫意外发现女儿仿佛在房间和别人嘟囔着什么 而且女儿的行为举止 渐渐地与王女生前一模一样 直到老妇人的出现 才为她解答了这一切 原来王女的灵魂依然在这栋房子里游荡 而现在的女儿是通灵体制 所以才可以与王女玩耍 如果丈夫也想见到她的话 就得入了她们的胶 摆好仪式每晚诵经读文 可进行了一段时间 丈夫始终都见不到自己的王女 就询问大师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这时大师才说出最后一种方法 那就是死者苏生之术 只要能帮王女找到一个年纪相仿的曲强 就能与之见面 言外之意 就是让现在的女儿去充当这个容器 不过老妇人又让丈夫放心 这种做法并不会让女儿有生命危险 灵魂在其中只是寄宿 二者可以在一个身体中共存 私女心切的丈夫 转手将王女生前最喜欢的娃娃送给了女儿 并生情并茂地讲述于王女的感情 劝说女儿为了父亲现身 女儿也被父亲的话所感动 毅然决然地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接下来就是着手举行仪式 那些房子中的诡异摆设 都是丈夫一手所致 妻子也是在这过程中 不慎偷窥到了这一幕 当时灵魂出窍的丈夫 也知道了妻子的举动 之后丈夫更是趁着妻子不注意 带走了酒店中的女儿 来到房子中进行最后的仪式 随着符咒画在额头上 接下来丈夫就安心等待结果就好了 可是许久未见的邻居阿姨进到了房中 一声不吭地就给了她一刀 这时老夫人的真实面目才终于露出 原来她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帮助丈夫 而是想骗取她女儿的身体 借此复活自己几十年前溺斃的女儿 电影的视角也第二次拉到老夫人这边 四个月前 他们一伙人就盯上了这家女儿 在中介的帮助下 破坏了妻子公寓那边的房子 并知晓丈夫私女心切的情况下 利用她的愿望一步步将她引入陷阱 之前一直骚扰母女俩的怨灵 就是老夫人的小女儿 甚至在老夫人的身体里 真正住着一个别的灵魂 她是一个喜马拉雅神灵领袖的后代 在这个躯体中寄居有几十年了 只要杀掉宿主 就能完全占领这个身体 现在这个命运将轮到这个女孩 而另一边 苏醒过来的妻子侥幸结果掉中介后 飞快地赶到家中拯救自己的女儿 眼看女儿即将被附身 妻子只好将垂头用力敲向那个人偶 最终灰飞烟灭 可抱着女儿的妻子 很快就被老夫人她们包围住了 眼瞅着妻子就要葬身于此 丈夫王女的能力开始显现 破坏了天花板 把他们几人压在石板下不得动弹 待女儿睁开眼后 她竟拿起地上的铁棍 刺死了这对邪教母女 原来父亲临死之际 给王女画上了符咒 这才得以让她现一步寄宿女儿的去窍中 可一切尘埃落定后 母亲望着熟悉的女儿 她却称自己为阿姨 妻子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惨痛的真相 选择将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 一起经营这余下的人生